162 大公報 中國女排原勝俄羅斯美國坐巴西提前奪總冠軍 2015年7月27日體育A21大獎賽總決賽 大公報信 憑柴D 攻守留硬含出色表現 加上教練安加傑採用以高制高的網前放手 中國女排昨日打出在美國出戰世界女排大獎賽總決賽至今最佳一仗 輕鬆以局數三 零元勝俄羅斯 為下月世界盃在戰該戰歐洲強隊前駐入強深針 美國隊則直落三局擊敗巴西隊 第五次奪得大獎賽總冠軍 面對以一線兵出戰今屆賽事的俄羅斯 中國隊有隊長兼主力以全丁下復出 大大提升進攻的穩定性 並助留硬含的強攻更顯得深應手 加上安加傑赫爾安排以高制高的防守戰術 成功壓制俄羅斯主將安察洛華的重構威力 中在留硬含獨取二十四分下 以二十七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二十五比十九勝俄羅斯 取得今屆賽事第二場勝仗 復出的丁下成功提高中國隊進攻的多變勝 他卻將勝利歸攻隊友 安加傑赫爾斯極則表示 很高興丁下能夠回歸 我們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陣容 他們的表現值得一讚 日本四戰全敗包美同日 美國以二十五比十六、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五比二十一擊敗巴西 四戰全勝手握十二分領先次席的中國五分 提早登上今屆大獎賽總冠軍寶座 也成為世界女排大獎賽二十三年歷史上首個奪得總冠軍的總決賽東道主隊 目前中國隊排在第二位 如果在最後一輪面對美國隊能夠獲勝 那麼這只以第二陣容出戰的中國女排將獲得亞軍 意大利同日則以二十時二十五分二十五、二十、二十八、三十、二十六、二十四、二十四時二十二分險勝日本 後者四戰全敗,肯定在六支球隊中敬佩末席